大家好,我是李医生 在烹饪的时候,我们选择植物油,可以多吃海鱼 海鱼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,能够使胆固醇氧化 从而降低血浆、胆固醇 还可以延长血小板聚集 抑制血栓形成,防止中风 还含有较多的油酸,对于增加微血管的弹性 防止血管破裂 同时对防止高血压的并发症都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就是要适量的摄入蛋白质 那高血压的病人每天蛋白质的量是每公斤体重1克为合适 那每周吃2-3次的鱼类蛋白质 可以改善去稳弹性和通透性 增加尿辣的排出,从而降低血压 那如果高血压合并有益胜功能不全 我们就应该限制蛋白质的摄入 同时要多吃含甲钙丰富而含钠比较低的食品 比如像土豆、茄子、海带、萝卜 含钙高的食品比如牛奶、酸牛奶、虾皮 少吃肉汤类 因为肉汤当中含氮进出增加 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尿酸的一个合成 加重心肝肾脏的负担 同时我们要限制钠的摄入量 每天应该逐渐减到6克以下 那说到6克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啤酒瓶盖 平平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 那么这个量就说的是食盐量 包括我们喷调用盐以及其他食物当中 所含的钠折合成食盐的总量 那适当的减少钠盐的摄入也有助于降低血压 减少体内钠水主流 同时我们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每天吃新鲜蔬菜不少于8两 水果呢就是2到4两 适当的增加海产品的摄入 比如像海带紫菜海鱼等等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景看知识